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误导 就是商业移民融入支持项目 那其实呢 我们是提供服务给所有的移民类别 只要呢 他对于在本地创业 或者寻找一些机会 或者希望增加商业知识 那我们都提供辅导 那么基本上呢 只要是五年以内的新移民 这个是唯一的条件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都提供服务 我们的服务呢 包括几个大块 包括商业培训 那商业培训呢 只要是跟 在本地开创小型企业有关系的主题 我们都会上到课 主要是请到匡藤大学的教授 来帮我们上课 当然理论与食物并重 我们强调在本地的食物的经验 那么我本人是商业咨询顾问 那我们做一对一的商业咨询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们对于在这边开创企业流程 非常熟悉 怎么成立公司啊 怎么拿商业执照啊 以及哪些行业内的规定啊 我们都蛮熟悉的 可以提供一些咨询的服务 那么我们也有请到一些 叫做mentoring的服务 请到一些志愿的商业辅导员 针对某一个行业 提出他的想法跟他的经验 可能是本地人 也可能是新移民都有可能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帮助区域经济的发展 我们组织商业考察团 到不同的城市 做商业的考察 跟当地的市政府啊 商界的人啊 以及当地的生意 我们会拜访当地的一些企业 那么基本上呢 省政府希望我们能够发展 在温哥华岛上 Campbell River 在北方的Prince George 以及东北方的Fort St. John 我们到这个几个城市 跟当地做第一次的接触 那么知道了当地的发展的情况 那希望带新移民到那边 能够投资并且安顿下来 那我们也通常举办非常多的 这个叫做networking的活动 直接跟本地商业团体 有一些商业交流的活动等等 那这些是主要我们服务的项目 那就刚刚你也提到非常丰富的内容 那这一些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然后呢 这总共也投放了多少的资源进去呢 那我们这个呢 算是一个pilot project 那是省政府提供的资金 我们是去年 大概9月份 10月份正式开幕到这边 那中桥在商业服务方面 其实已经超过大概17 8年的历史了 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商业服务 但是主要还是看政府的资助的情形 那这个项目呢 我刚刚提到过的许多服务的内容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够帮 对于本地有心要创业的新移民 能够提供这样子全方位的服务 能够帮他们在本地顺利的把生意开起来 今天在我身旁的是林东先生 他在中桥互助会的计划的帮助之下呢 成功的在本年的3月份 在温室中心成功的开设自己的中医养生馆 林先生您好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做访问 首先我可以请你分享一下 你在创业之前的经历吗 创业之前的经历是吧 创业之前 实际上我在创业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经历 因为我在国内 他就是一个医生 一直在医院里面上班 做了20多年的临床骨伤外科一代夫 但是到了加拿大以后 还算第一次的创业嘛 因为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不一样的 所以说来到这个地方 确确实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事业 所以说后来我来到这里加拿大以后 我是09年来到加拿大 但是我到了这里以后 我就希望说能够再从事我自己的本能的一些本行的专业 但是就是说有在一些针灸诊所里面先上班上了一两年班 后来我在考了一个针灸牌以后 还有一个药牌以后 我就开始想自己创业 所以说在这创业之前 在去年刚好去年9月份 中桥有一个这个项目组 所以说我们就来到这边来咨询 然后他们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在这方面的一个帮助 特别是在加拿大的国情 还有这边的一些这个公司的注册 还有这个一个商业的一些贷款 都给我们一些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说我这也借着这样的中桥这个帮助项 我们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就是在当探909登门市罪那家店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中医养生馆 就是价值中医养生馆 那你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中桥的这个商业移民的融入知识项目呢 还在哪一方面也有对你的事业有所帮助呢 特别是对我刚刚开始创业 因为我很多的东西我刚才前面说过我不懂的 我不知道这里的国情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文化 我也不懂得怎么样去投资 怎么样去注册 那么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经营 也更不懂得加拿大这边的税收 跟政府之间的税收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很多在这个过程中间都是中桥 给我们这个项目组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跟服务 然后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大学里面的各种教授过来来帮忙我们跟我们讲解 所以我们慢慢知道 所以说我们对这里 知道了以后我们就对自己的创业 这个以后的未来的经营就更有信心的 所以说这个中桥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就是在资金方面 因为我们刚刚中小企业刚刚要做一个 肯定在资金方面是不够充不够的 所以说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一个银行 也并且帮我们去努力去咨询 找一些相关的人来帮忙我们 所以说在这个贷款方面 他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些帮助 再次感谢林先生 今天的时间也再次的祝愿你的生意一切顺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